大家好,這裡是貓吉 今天要回來玩RO仙境傳說 這次要來抽2023年奇人節活動的抽獎內容 因為這次的奇人節活動跟以往一樣 所以就沒有錄製過程 大家可以到右上角或下方 點擊之前的影片觀看流程 那活動不一樣的地方是 送的服飾改成雕嘴蜜糖水果 抽獎的巨大獎也改成有機率取得血跡樹枝兩個 以及高級藍色寶箱兩個 那高級藍色寶箱可以開出什麼呢 就是王的材料 那好像也是 我不曉得是不是有機率啦 到時候收收看就知道囉 那這次呢就是要來拼拼看 11000抽 這邊 可以抽到幾個血跡樹枝呢 好 事不宜之 就來開抽啦 拜託 您好 明天 拜託 很快 明天 你可不來 在這次 你怎麼可以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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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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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各位我现在呢目前已经抽掉了6000盒 那目前有得到的攻擊藍色寶箱是6個 血跡數字是8個 機率算蠻低的啦 那看看可不可以底下可以抽個10隻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繼續把5000盒給他抽完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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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最後的箱子通通抽完啦 沒想到呢,在最後的最後還可以再抽到一次血跡樹枝 目前數量來到18個了 實在是蠻開心的 有點小可惜,再一次就可以抽到20個了 那這個高級藍色寶箱呢,我也把它抽一抽好了 因為它其實是可以看到王財 有一個虎皮跟紅色黑暗玉智 兩個虎皮 看一下它會看到什麼 抱歉,鬥劇太多啦 先丟進去 喔,是有了英雄跟火龍靈片 白表,血紅靈片 還有娃娃 喔,等一下 因為東西太多了 先把 帽子讓它 繼續在地上不見 畢竟王財有好多種 所以我這樣抽的話 很快就會把我身上擠滿 OK,抽完了 那抽到最多的就是 白蛇之類 跟虎皮 還有骷髏 海角一角 都各三個 其他就是兩個一個這樣子 好啦,反正就是抽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啦,那今天呢 我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為之 真的是很累的抽獎 那其實對新手 是蠻好的 因為其實至少補品很多 可以不用擔心說 這段期間沒有補品可以吃 好啦,那今天呢 就先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